國民黨立委曾明宗 劈頭痛罵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爭議重重的反滲透法 舉行朝野協商 一開場火藥味十足 國民黨跟親民黨一致認為時間緊迫 立法不夠周嚴 應該送交委員會逐條審查 甚至選完交給新國會表決 但民進黨堅持在本屆立委任期 剩不到兩個星期時迅速闖關 事實上我們在5月31號以後 就一直在思考到今天 不是想說爆出來 說我們下屆再談時間倉促 行政院沒有版本 這個通通是話術 只是你敢不敢面對的問題 以兩大黨為首的協商 幾乎沒有交集 國民黨團認為在選前闖關 完全是選票考量 要定定反滲透法 國民黨全力贊成 我們還希望把法則提高 民進黨執政多久了 三年半了 現在為了選舉 為了選舉拿來操作 不會影響正常的兩岸交流 也不會影響國人同胞在那邊做生意 就學就業等等 這個都不是請大家能夠放心 協商進行了三個小時 仍沒定論 各方黨團協議改到30號繼續討論 31號送交院會表決 若沒意外 民進黨主導的反滲透法 將在當天三讀通過 但未來面對的爭議 恐怕才要開始 這有黃天鷗光君 台北報導